2018年8月12日,RMG在北京主场迎战戏目报首强队IG,这绝对是一场世界强强对决斗比赛,IG已击分13位去东部第一,而RMG则已击分12位去东部第三,作为春赛季冠军, C冠军的RMG来对这目前击分最高的IG,不可质疑这绝对是一场精彩的比赛,但很意外,IG已乱大家的方式,2比0直接战胜RMG一点机会都没留下,而且很奇怪的是,两场比赛中,IG都在自家状态不佳,而RMG又有打翻手能力的情况,下主动先手开团,而且还打赢了, IG平平开团并取得不错成效,让RMG失去了自己的阵脚,逐渐的脱离自己的节奏而进入IG的节奏,Wookie两场瑞斯像天神下班一样,神党杀神佛党杀货,关键的几波开车完美的将RMG的队形切割, RMG的野斧就是出来卖的幌子,RMG只要把关键技能都给了RMG野斧,那么接下来的团战必将是RMG的天下,因为瑞斯和维鲁斯这两个点,才没有限制下的输出是多么的疯狂, 尽管RMG的小虎已经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,但也无法挽救势力的局面,从这场比赛中足以看出RMG的问题其实很多, 不光在BP上,或者是战术上,以及队员的状态,都存在着种种问题,说实话,UVI在近期的比赛中表现都不尽如人意,不知是伤病后造成的原因,还是状态上还未能真正,调整过来, 目前积分板上排名第一的依旧是RMG,积分为14分,胜率达到74%的恐怖数据,也是LPL胜率最高的队伍,也希望RMG能够尽快找出自身存在的毛病并做及时调整,毕竟这是要见识检赛的队伍